救命 天才 在于梦之的梦里 还看到了什么 我们遇到她时 她正站在自己的墓前 墓 她大概真是一个 对别人狠心 对自己也狠心的人 还有 我们去了瑜伽 那儿有一些成亲时的摆设 架子上是梅绣完的燕子 桌上还放着一张信件 上面写了什么 我记得是 杰素士鸾交凤友 进今生雁旅应酬 我觉得 不管因为什么 于姑娘对成亲这件事 还是很在意的 我们第一次进到梦里的杨萍 应该也是她的梦 那个时候客栈的伙计还说 白鹿刚过去没两天 不用说了 走吧 梦里的云家 有一个很古怪的房间 床上躺着两具尸体 旁边放着一张药方 药方上是不是写着 无经验的心头血 那上面有很多物迹 已经看不清了 在哪里啊 看花在这里 若是三年前 我绝不会留你性命 可如今我已经想了明白了 不过是过眼云烟 我只需把它当成一个教训 永远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你很恨于姑娘 当然恨 我可以为我喜欢的人舍弃性命 但他却不该瞒我骗我 我视他为爱吕 他却将我看作杀之可得的灵药 灵药 于姑娘是因为他爹娘的病 是不是孝心感天 并按照他所说的 解除我们之间的契约 是默契 这样下去 他会死 你在这里看着 来到人间 太凶险了 如果是这样 他们真的可以 这不觉进到城镇里 然后大肆图路 找出来 尽快出去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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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陣痛 发生何事 竟是如此 如今事态未明 师兄原本就不放心 命我们轮流巡演 我需得立刻去告诉他 风里霜说过 魔不会那么快 找到梦境出口 要不是这几只运气太好 那就是又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变故 医馆那边也是危险 我会与师兄说 家配人手 去守着那些昏睡之人 此间事大 说不得还得 与其他门牌相伤 无事 只不过受了惊吓 昏迷过去 我们顺路将他送去医馆 如何了 摩椅除去 三郎 你来了 你当初说结下血气 同生共死 而今情分已尽 不如就此了解 你如今这般虚弱 莫非也是得了同样的病 是我自己身子弱罢了 那你当初都是骗我的 什么成亲 不过是想找个下手的机会 不对 是我一心要和你在一起 每回提到成亲或是节气 你却总是推却 可惜我那时不明白 这样说来 倒是我自己送死了 三郎 无论如何 都是我对不起你 你就算杀了我 也是应该 大人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再无其他 鱼姑娘 谢谢你们 我原本就生了病 不剩多少十日 想不到 在死之前 还能了却心愿 不值得替我难过 今日一切 都是咎由自取 从不能做坏事 没被人看见 遭报应了 反而博人可怜 终归是有阴才有国 那就当满足一下 我的好奇心吧 是谁告诉你 无经验的心头血 可以治病 你们也发现了吗 对方是一位外相 来的年轻公子 我并不知道 他的名姓 其实后来想想 就觉得不对 为什么爹和娘的 病来世汹汹 为什么需要 无经验的心头血 而我正好认识三郎 直到现在 我也不明白 对方的意图 那你怎么不把这些 告诉月三郎 等我醒悟过来 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即使对方有什么图谋 最后做出选择的 仍然是我 不须辩解 也无可原谅 三郎中感情 他要是知道了 说不定会觉得 我也是被人所害 可我不想这样 对了 床边的柜子里 有当初那位公子 给我的刀 他告诉我 寻常利器 未必可以伤到 无经验 那个时候 我每天都有很多念头 有时在想 爹和娘的病 是不是我做的一场噩梦 等睡醒过来 就什么都好了 有时又会想 只需要一点点 无经验的心头血 三郎不会因为这样 就死掉的 总是在恍恍惚惚当中 可这把刀 却被我留了下来 虽然每回看见它 心里都是又悔 又恨 有时间我会去查查看 也许能顺着线索 找到你说的那个人 多谢 其实我又凭什么去恨他 只不过偶尔 还是有些担心 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没有像样的东西 拿来筹线 之前靠着手艺 攒下了一点积蓄 出去已经烧回家里的 剩下的 全送给你们 虽然微薄 我 是 于姑娘 昏睡了 她本就是病人 精力耗损过大 于姑娘 不会又进到 那个奇怪的梦里去吧 那我 去请个大夫过来 总不能让她 就这么躺着 我不是说她没有做错 只不过 怎么看她都是私欲成疾 恐怕还是心病多一点 她也只能尽力而为 我想 她执意要解除契约 应该是怕自己死后 会牵连岳三郎吧 毕竟那个血气说是 同生共死 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 她欠了父母的生养之恩 岳三郎却不欠她什么 现在想想 梦里面的那对夫妇 大概就是于姑娘的爹和娘 她因为太过忧心绝望 所以才会梦到 他们已经死了 永远万岳一位 在那里 他们在这阶段里 他的 是 我 从 在那里 我的 在那里 Bu 他 我 叶长庚 OK 云无月 你竟然还没死 这么多年过去 依旧和人混在一处 根本没有所谓的救命药对吗 是啊 科系那个傻女人 却不会知道 这个操纵方式好帅喔 我怎么上去 我怎么上去 他能跳对不对 诶 我怎么跳上去 大家头晕了吗 他在哪里啊 我怎么上去 你想报复的 是月三郎 还是余梦芝 在你眼里 我这么计仇 其实偶尔 我也没什么目的 就只是想看一看那些人 挣扎 痛苦 绝望的神情 不过这回你倒是说对了 我看上的猎物 被那只燕子无意间放走 这样的小妖也敢出来挡路 我都舍不得一下子捏死她了 所以你给余梦芝的父母下毒 要把这个东西送给她 让她浑浑噩噩 更容易被你蛊惑 一旦她行刺月三郎 你就把毒解去 看起来 却像是乌金燕的心头血 的确有用 不错不错 你猜得分毫不差 这样耍弄别人 很有趣吗 当然有趣 何况 一点点梦魂芝的效力 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 终归还是那个女人自己的选择 我也算帮月三郎 认清她的情人 对于孟芝而言 那就更是无所谓了 人可是什么都能入口 非行走兽 无一放过 一只燕子和猪狗的不同 又在哪里 莫非这燕子能说人话 对她极好 就能改变什么 这并非是同族一族之事 而是关乎情意 情意 情意 云无月 你以为你是个神吗 也学旁人说这两个字 真让我恶心 别告诉我 你没有杀过人 哪怕是你们所谓的恶人 杀了便是杀了 人只不过是我们喜欢的食物罢了 难怪你愿意陪我说话 原来是想出其不意 只可惜 你的力量不能恢复 似乎又伤上加伤 今日我不在杨平 改日再会 对了 你的两个同伴 也被梦魂之牵引了进来 你还是快点去找他们吧 若是晚了 我可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林师 就是是玉玉死者之体 所以玉玉看起来 好像一片片玉玲 师兄 我跟你说 你夹心铺子的面糖不太好吃 小鬼别乱了吧 就是直接乱了 ót наш 神进 自己伦刑 就是 帮我 让你羊庋 触怒 初见你时日 我和柔儿风华正貌 你是个小娃儿的模样 之后几十年 在你身上的光阴 却比我们要慢得多 前些年 你一时清醒 一时猛然 我们便担心 以后该要如何 若是我和柔儿都不在了 又有谁能够顾念你 如今 总算放下心来 老师和师娘的大恩 我终生也难以报销万亿 我们将你视如亲儿 何须报答 你好好的 我和你师娘就高兴了 北洛 你要为人 便要遵循人的法度 君子无争 你须明白 自己因何习悟 路见不平 自当相助 但这人间 却是没有那么多 需要打杀之事 倘若人人都好勇斗狠 动辄私行 世间终将大乱 这无争剑 你带在身边 当时时自省 严于律即 北洛 快来试试 我给你编了个珠串 你先前不是说 近日里总觉得耳边丝鸣 兴许难定吗 这珠串上的墓石 采自有着千年寺庙的山林 时时沐浴佛音 多少能令人生出平和之感 玉珍 你们是打算收养那个孩子 是啊 柔儿 她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机灵 但洗干净换了套衣裳 竟是十分浴血可爱 老爷说 怕是在外面流浪的酒了 吃过很多苦头 对人也有些戒心 养伤两年 自然就好了 你给她起名字了吗 她却是记得自己的名字 不过往后要在苏家常驻 终究是得改名换姓的 柔儿 柔儿 你说 我该怎么办 那孩子 不 她根本不是什么孩子 我连一刻都不想再见到她了 你怎能如此 你们苏家一群妇孺 在野外遇到山匪 差点性命不保 若不是她 你今日还能在这里和我说话吗 对 是她用十块重伤了好几个人 又是她把那些匪人的头目撞下山崖 可一个小孩子 哪来这么大的力气 何况她当初是一起掉了下去的 你知道那悬崖有多高吗 任谁摔下去 都是粉身碎骨 大夫跟我说 她全身的骨头都断了 可就是这样 五十多天了 她就躺在那儿 不能吃饭 不能喝水 竟然还没死 这 这还是人吗 我明白了 与朕 倘若他死了 你们会一辈子都对他感激不尽 可他偏偏活了下来 反而被你们看作怪物 既然如此 就把那个孩子交给我吧 我会带走他 真的吗 柔儿 你真的会把他带走 你这个怪物 你怎么还不死 你再不死我都要疯了 我和老爷本是看你可怜 无依无靠 想着要收养你保护你 可你这样的怪物 哪里有人保护 你就是个骗子 骗子 师兄 你刚才练的是什么剑法 是不是老师偷偷传给你的 就知道老师偏心 最喜欢师兄了 不过你放心 我不跟别人讲 这不是什么剑法 只是我随便比较的 不是 可真的好凌厉啊 那个其实 我光是远远看着 就觉得寒毛都竖起来了 真的有一兽 我还射了他一剑 你胆子也太大了 万一是什么妖怪 是妖怪才好 那皮毛一定很值钱 这只看着还小 不知怎么像是落了单 差点没跑远 我们赶快追上去 行 我就跟你拼这么一回 这边要收集碎片 deter 这边要勾 慰勾 不离人 不离人 然後要給 反而不是給 不是給北路齁 旁邊有一個 就是 躺在地上的那個 屁血獸 飛行機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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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救了我一回 即便没有我 你被困住也仅是一时 终归是我大意了 明知那节树枝的灵力正在涌冲 我却没能及时示尽 想来也是一瞬间被他锁匿 你说 是你的铜族算计了于猛之和月三郎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叶长庚颇为记仇 任何事都有可能变为理由 何况看见别人痛苦 他自然就快活了 原来是个脑子有病的 他本无可能动摇你的神魂 只是那梦魂之十分古怪 在眼足手中能引发人心底的阴暗 即便是辟邪 若无防备也难以逼过 阴暗 的确 谁从小到大能一直开心呢 这样说起来 我倒是有点羡慕岑蝉 大概只有他这种 才当得上老师所说的心如琉璃吧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待在山中的丛林里 没有来自天鹿城的灵力 毕竟在幼年时会长得特别慢 死不了 却也活不好 脑子里面总是乱哄哄的 偶尝能忽然轻醒一阵 但大多时候都是浑浑噩噩 我甚至不记得是怎么走出山林的 后来 似乎又走过了很多地方 遇到过不少人 也不全是讨厌的事 即使是在苏家 那个女人其实很喜欢小孩子 会亲手给我做点心 还会给我盖被子 只是 没有谁比得上老师和师娘 你是因为他们才一直要力 我想 自己要真是一个 跟他们血脉相连的人就好了 我不愿意让他们担心 陛邪的确好战 很多时候 我无法克制自己 不 我甚至 非常享受那种感觉 要是在魔狱 找个对手打得天昏地暗 一定很过瘾 可这是在人间 那如今 如今 当然是如今 为战而战 只是本能 那样 会让我想起 以前在大山里的时候 我不想做野兽 可我也做不成人 就算是天鹿城那帮子辟邪 也都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 今时不同往日 我再不便 不是坚持 而是不知变通的石墨 老师和师娘那里 我自然会去说的 这到底是个什么破梦 有些都是臣这么烂骨子的事了 这下 岂不是被你看光了 有来有往 偶尔也该说说你的事吧 不是和靳云在一起的那些 我的事 忘记了 很多都已经忘记了 我们离开这里 如果我俩根本就不认识 也不是因为玄歌 你还会救我吗 会 大概换了谁 你都不会千死不救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 难道 我又睡着了 我们该走了 路上和你说 云无约 总有一天 我要看着你死 眼眉在人间 已经这么多剑了吗 上回一只 这回又一只 怎么一句话不说就跑 因为力量太过悬殊 它不及上回那只眼 骨气也远不如对方 你们想做什么 你的梦魂知识怎么得来的 我没有耐心再问一遍 是从一个渔夫手上弄到的 他根本不知道 从海里捞上来的是什么 你有多少 只拿到了很少的一点 用来试书 那些也配称之为书 五赵 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 梦魂知是半魂连的半生之一 可以用来提升半魂连的力量 这个眼用它迷惑别人的心神 却是虚耗了 他虽然笨了点 可我觉得 他比怀歇的后人 和鹤冲那个废物 要来得有趣呢 算不上笨 或许还有几分聪明 那乌壮你不要杀他吧 让他做我的侍从 严可不能重入盲志 没关系 他要是敢逃 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我去一趟杨平 师舅回报说 又磨到了人间 可做梦的人也醒了过来 似乎出了些变故 和辟邪有关 白费了吗 无妨 只是一处罢了 而且我发现 人 是承载摩弃的绝佳之物 喂 别死去沉沉的 我还有很多事情想问你呢 这果然防范得严了 我有事要去找一下 星宫陈医社的人 大长老让我给你们带信 妖族可真厉害 全都能说会写的 大长老说 想让乌金燕也进到梦里 一起对抗魔族 唤醒其他的御主 对 我们能出力就出力 否则等魔族过来 大伙都好不了 除了我们 杨平还有别的妖想加入呢 这么好 我看杨平的风水极佳 以前也听说过 这里是天下聚灵地之一 看来不仅是人 妖也有不少聚集在这儿的样子 那 月三郎他 三郎自然是跟我们一起 大长老说了 就是要找些事给他做 这样他才能快点好起来 嗯 今天早上 我偷偷去瑜伽看了两眼 那女人跟大夫说 他要去外地 他爹娘那儿了 走了也好 留在杨平始终是个事 我 是不是 不是 一错再错 你自然对不起月三郎 并非无故 只是你和他相识又有多久 人间情爱怎么比得上父母之恩 你终究是依从本心 到最后却还要找个地方静静等死 不去拖累别人 难道就真的毫无怨恨 跟我走吧 既然这世间已经容不下你 啊?他跟他走了 哇 要回发引动静了 你们是不是跟三郎说在梦里看到了一封信 什么凤友 什么艳旅 当初三郎为了让那个女人高兴 还特地学人的做法 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求亲 可不要小看了我们吴金燕 我们总是有办法进到梦里的 嗯 若是传承数千年的事例 无论大小 多少会有一些奇妙的法门 便如人间的修行者 底蕴深厚 则手段摆出 或许能做到原本不易做到的事 再来 这边 这是一点 ajud 这边 那我听了 这边 有点 没有 感谢观看